姐姐进来可好 一切都好 只是你怎么总是不来看我 啊 我这些日子跟着表哥们去商行和书院里见了见世面 又邪教了几个好友 一不留神冷落了姐姐这边 是我该的 我后再也不会了 男儿子在天地间 你跟着他们学本事长学问 自然是再好也没有的 阿汤 你今日过了可是有事 谢之方这才想起自己的来意 有心拿出卷轴好好夸一夸胃痕 手伸到袖子里时 却又顿住了动作 脸色忽悠忽喜变幻莫测 你袖子里藏了什么好东西 快拿出来给我看看 谢之方无法 只好将字画交了出来 谢之方紧紧盯着姐姐的反应 试探道 姐姐 这纸上的话语诗乃是出自两人之手 你觉得哪个更出色一些 诗与话各有千秋 若是非要我品品一二 我倒觉得 这首诗可看鬼手 难道 这海棠画的就不好 姐姐告诉我 这幅画哪里不好 阿汤 你老实跟我说 这幅画 是你画的不是 姐姐这是在拿我寻开心 她又伸出双手 叹道谢之针腰间喝痒痒 逼问道 姐姐快说实话 到底是我画的好 还是她写的好 别 阿汤你快住手 被弟弟牢牢压住 无处可躲 腰上横着一双大手 身子笑得乱颤 声音里也带了诱人的颤抖 阿汤 你放过我吧 你是好人 求你了 谢之方脑子里轰隆一声 又开始往奇怪的地方跑偏 气血翻涌 呼吸紊乱 直勾勾盯着她 毫不设防的胶态 两个人挨得极近 尽到她几乎趴在她身上 节奏并不完全一致的呼吸声 交错在一处 阿汤 姐姐 我 对不住 失望迂局了 好了 咱们不闹了 沈欧你在这里用饭不用 她见弟弟跪坐的笔直 双腿紧紧夹着 看起来姿势很有些奇怪 阿汤 你哪里不舒服吗 啊 我 可能是刚刚喝的茶太多了 我借姐姐这里跟个医 她急匆匆跑到里间的镜房里 扫得脖子里轻轻抱起 携手 畜生 平息了足有一克中之酒 她这才勉强恢复正常 阿汤 这些诗是谁做的呀 你新认识的朋友 她吻了吻心绪 将拜托魏恒帮忙的事 三言两语说了一遍 本来准备好的夸赞对方的话 却没有吐露半个字 原来是她呀 那位魏公子是个行侠仗义的君子 谈吐不凡 才华横溢 你与她相交再好不过了 丫鬟们把午膳一一盛上来 谢之方心气不顺 用银柱捡了块烟萝卜放进嘴里 下一刻便呸呸呸地吐出来 他横挑鼻子竖挑眼 把一顿饭吃得鸡飞狗跳 谢之方修身养性了好几天 这才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骑着白马往书院里去 打算仔细考教一下 魏恒到底是不是麒麟之才 还没进书院大门 便撞击几个绑大妖元的地痞流氓 站在院墙底下骂街 指名道姓的叫魏恒出来 魏秀三 魏大举人 负债子偿天经地义 你今儿要是不还我钱 我便去青天大老爷堂前击骨鸣鸣 别和老子哭穷 老子可都听说了 你好重举人那日 好几个豪身负伤都去巴结你 再不济 你不是还有个风韵犹存的娘吗 打扮打扮送到行员里 订个几文钱的价格 还愁没有客人啊 众人议论纷纷 魏家小后生我见过 好体面一个人 说话未雨先笑 待人客气有礼 学问也是一等一的好 可惜啊 摊上个烂毒鬼的底 欠了一屁股的债不说 喝多了酒 掉进护城河里 两腿一蹬人没了 这孙婆皮可不是好惹的 卖狗肉出身 后来攀附上河县场 靠放贷发了价 驴打滚利滚利 当初那五十两银子 哎呦 这会儿啊 不知道额生他多少 才肯罢休啊 后中的院门 吱压一声打开 呦 威大举人听到你娘卖肉 终于扯得出来了 来来来 咱们当着父老乡亲 好好算一回账 按照我们当初谈定的条件 连本带息 共计五百零两银子 这笔债务 我与母亲事先并不知情 但这上面的字迹 确实出自家父之手 孙前明说的不错 负债子偿 乃是应有之理 你认账就好 那便快快将银子交出来吧 孙前明莫及 依着签条上白纸黑字写的日期 距离两年之处 尚有十日 也好 我便再宽限你十日 又有何罚 只是 咱们丑话说在前头 若是十日之后 你还不上银子 我便送你娘 还请慎言 卫衡的面色愈冷 眼眸也冰冷如刀 一时间竟然震慑的孙婆皮 往后退了半步 鱼下的肮脏之雨 也咽了回去 让谢公子看笑话了 不碍事 卫兄若是手头紧 跟我说一声便是 五百两银子也不值什么 我先把你垫上 谢公子无需费人 这银子 我拿得出来 谢之方眼睛多毒啊 历史便看出 卫衡手头并不宽裕 是真的吗 卫兄可别宽我 既如此 倒也罢了 只有一条 卫兄若是周转不开 千万记得跟我开口 咱们都是自家兄弟 实在不必客气 他倒要看看 卫衡要怎么度过 眼前这个难关 和卫衡又寒暄了几句 听他说打算回家里看看 谢之方丝毫不见外地道 卫兄若是不介意 我跟你同去拜见令堂可好 眼看快到晌午 我便厚着脸皮上门掏口饭吃 到了卫衡府上 谢之方这才明白 卫衡的局促困窘 所为何来 贵气十足的小公子 一脚踏近 一头灰扑扑 并奄奄的猪 摇摇晃晃的迎面就撞过来 脑袋紧底在用金线 绣了祥云纹的衣袍上 拱了两下 蹭了他满身的泥 谢公子 实在对不住 惭愧 惭愧 家徒自闭 叫谢公子看笑话了 此事无关私情 但我这个做哥哥的 必须提醒你一句 真妹妹和卫衡不合适 哪里不合适 我看卫兄很好 知书打理温润和气 再者 大哥二哥也常常在我面前夸他 说他虽然吃亏在出身上 却绝非持终之物 将来总有一飞冲天的机会 他们两个是读书人 玉与方寸天地之间 年纪又轻 见识毕竟有限 还不知人心的诸多险恶复杂之处 真妹妹柔名敬慎 身为太父长女 又有个县主的名号 当初我母亲提亲时上觉得心虚 声孔唐突了他 岂是卫衡一记寒威之身 所能高攀的 英雄不问出措 三哥怎么也学那等眼皮子浅的愚人 以一时的光景 才断他的终生 我对卫兄本无成见 只是觉得他小门小户出身 等真妹妹嫁过去后 难免受委屈 不提别的 单说侍奉婆母这一桩事 老人家惯于减省 必然看不惯真妹妹散漫使钱 真妹妹性情柔顺 又逃不过一个礼子 少不得跟着苛扣自己 这样大冷的天气 花儿一样娇弱的人儿 却要居在陋室之中 和他们母子俩一同吃糠宴菜 忍饥受冻 你做弟弟的不心疼 我还要心疼呢 你怎么知道我不心疼 我可没打算让姐姐嫁过去受气 她未恒家徒四壁 无前无事 入赘我家不好吗 到时候分个院子出来 给她的寡母居住 再拨十个八个丫鬟好生伺候着 要什么给什么 他们小两口且安安生生 关起门过自己的小日子 左右有我在旁边看着 出不了什么事 若未恒一心一意对我姐姐好 自有她平不清云的大造谎 说她敢欺负我姐姐 也一脚把她踹回土里 阿棠 你这是何苦来哉啊 真妹妹那样出色的美人 嫁与皇子王侯 做正经夫人都是使得的 谢家又有你来传承子嗣 何至于走到朝旭入坠这一步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再想想吧 事成之后 另有忠心 公子莫要和奴婢生分 但小姐和公子结为百年之好 奴婢也是要随时左右的 到时候 公子若能念着今日的情分 对奴婢照抚一二 奴婢便千恩万谢了 她轻轻捏了捏红卵的手 若与她多情小姐同冤账 怎舍得让你迭背扑装 我们家小姐是循规蹈取之人 若不是新月公子 万不肯做出这种出格的事来 女儿家脸皮薄 待会公子行动间温柔些 莫要缠着她说许多话 成事之后速速离去 我自会过来接一小姐 卫恒一一应了 心中有些紧张 却不肯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山洞中约摸等候了近半个时辰 家人姗姗来迟 真娘 夜深路重 可是冬坏了 卫恒心热如火 将人拥入怀中 窃窃地说了许多情话 真娘 我真心爱慕于你 迫切想要娶你为妻 你今日便把身子于我罢了 卫恒爱极了她身胶体软的模样 尤其喜欢她不摆大小姐的架子 这样一个贤淑的女子 对她将来的仕途也大有助益 不说别的 但说谢之芳那样人脉广博的贵公子 若自己做了她的姐夫 不愁对方不为她所用 势必 卫恒体贴地帮她整理好衣衫 却将染着圆红的帕子 和她的贴身衣物 藏进自己袖子 笑道 留给我做个念想 好不好 少女拗不过她 只得微微点头 自这一日起 二人就频频在煽动私会 万幸竟无人察觉 宁堂来得正好 我刚从母亲那里回来 带了几欧子薄酒兵衣和辣味 你若是不嫌弃 与我小竹几杯如何 都说人靠衣装 马靠安 她本来就有八九分颜色 这会穿着质地上乘的衣袍 在要善真修的滋补下 更显得仪表堂堂 风流倜堂 好好好 今夜咱们不醉不归 伟兄快去拿脚 魏恒点了点头 眼睛下意识地撇了撇桌案 将手中翻开的书 倒扣在左上方一落书上 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 谢之方敏锐地察觉到有些异常 等脚步升远去 这才好奇地拿起那本书 并无什么不妥之处 谢之方爱笑自己多疑 将那裸书挨个翻了一遍 拿起最后一本书时 忽然在底下发现一个 木绿色的锦盒 谢之方皱了皱眉 不过犹豫片刻 便推下饥簧 打开盒盖 一条胭脂色的肚兜 映入眼帘 布料顺滑 泛着香艳的色泽 胃痕有心上人了吗 谢之方盯着那条肚兜 看了一会儿 眼皮子越跳越厉害 心底浮上不祥的预感 谢之方瞬间反应过来 自己曾在哪里 见过这个花样 姐姐的中医 帕子和罗袜上 绣着一模一样的蓝花 所以 这是姐姐的肚兜 他本能地将肚兜塞进怀里 垂下俊俏的眉眼 又在盒子里 看见一封 戴着血字的手帕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为什么我经义无所觉 伟衡是怎么在我眼皮子底下 和姐姐暗度陈仓的 帕子底下 躺着一封还未送出的书信 信件上的字迹风流娟秀 约定了下次优惠的日期 正是两日之后的三更十分 血脂肪定了定神 忍着蓬勃怒气和浑身的抗拒 将肚兜和帕子原样放了回去 无论要怎么处置未恒 眼下都不是打草惊蛇的好时机 好不容易挨到正月初二晚上 把灯点燃好不好 这里此时必如点点红眉 可怜可爱 不能亲眼观赏 实在遗憾 不 不要 伟衡也并不勉强 而是柔情密意地继续哄她 谢之方目呆呆地听着 神情恍惚 心下却一片冰冷 不知过了多久 魏恒和那女子一前一后地离去 她自以为能够将姐姐 好好地守护起来 护她一声安稳 却原来 她根本不需要她这个弟弟 满心满眼都装着 伪善恶劣的情郎 谢之方对着漆黑的夜色 狂笑起来 越笑声音越大 表情越来越猙獰可怖 终于呕出一口鲜血 她那时年少轻狂 只知道意气风发地往前冲 未曾回头看过她哪怕一眼 更加没有关心过 她在寄温鱼身边过得好不好 这一世 她以为她可以弥补所有的亏欠 将世间女子所能拥有的一切美好之物 全都送到姐姐面前 陪伴她 照顾她 为她寻一位称心如意的良人 看着她婚事和谐 儿孙满堂 无论如何 都不应该是现在这样 那胃恒有什么好的 除了皮像过得去之外 不过是穷小子一个 如果说 谢之方有七八分脑胃恒 剩下的两三分 则是弃谢之真 使人不清 她弃谢之真 从根源上还是弃自己 都怪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狼入室 给灯徒子制造了大好机会 又没有看紧姐姐 这才惹出丑失 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谢之方痛苦地透不过气来 浑浑噩噩地走到院子门口 她忽然定住身形 僵力片刻 她撩起衣袍 几步冲到院子里 强提一口真气 总身跃上高墙 那女子又和卫衡 一直在窃窃私语 怎么见得就一定是谢之真呢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她也不能稀里糊涂地 吃下这个暗亏 少爷怎么这么晚过来 小姐已经睡下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谢之方正有满腔的怒火 无处发现 这伙见这丫头一脸狐媚相 免不了将姐姐和卫衡的丑事 归咎在她身上 青梅和琵琶 是从长安带过来的 枝根枝底 绝对不会做出挑唆主子 私香瘦瘦的事 她怒急攻心 一脚踹中红乱心窝 也想什么时候过来 变什么时候过来 轮得到你说三道四 谢之方杀气毕露 抬脚就往里走 少爷 你不能进去 男女受受不弃 便是亲姐弟 也不好如此 更何况小姐 与你并无血缘关系 若是传出去 恐怕会坏了小姐的亲衣 这一脚下去 筋骨分离 血肉模糊 你如今都多大了 怎么还如此任性 说闯就闯进来了 她抬手掀开锦被 专注地盯着姐姐的眼睛 看了一会儿 姐姐 冒犯了 姐姐冒犯了 谢之方就是将她 不停挣扎的双手 举高至头顶 牢牢制住 另一只手 去扯腰侧的衣带 手里一抖 把继带拽成了死结 你放开我 你在这儿 你在这儿我喊人了 谢之方知道 她是误会了 此刻却没有心情 解释自己的行为 满脑子想的都是 要尽快找出事件的真相 见那打了死结的衣带 怎么都解不开 急躁地俯下身 用牙齿叼住 手下一拉一扯 撕烂了半片衣巾 终于将中医解开了 肌肤如玉 曲线玲 谢之方眼神闪烁 不敢多看 动作极快地 从底下掀起布料 看清肌肤上 并无任何痕迹 谢之方还来不及高兴 便被姐姐 结结实实地赏了一巴掌 谢之方愣住了 探紧轻薄布料里的手 下意识地捏了捏 那里的轮廓 下一刻 她便被谢之真 再度挥过来的玉手打醒 左脸和右脸上 各挨了一下 她皮糟肉后 倒不觉得疼 姐姐 你听我解释 我可以解释 真的 也不等谢之真发话 先抽了自己几个耳光 打完之后 想到和魏恒私会的那个人并不是姐姐 她又忍不住笑地嘴角咧到了耳后跟 窜起来用力抱了抱她 在她脸上响亮地亲了一口 阿唐 你 你失心疯了不成 没有没有 我没病 我现在好得很 将魏恒的所作所为 严谨一概地对姐姐叙述了一遍 谢之真本来羞红的脸 逐渐变得苍白 钱家摸弃 此时我来处理 必定还你一个公道 魏恒一个人成不了事 能拿到我贴身之物的 只有我身边那几个丫头 我知道 从方才我闯进来是众人的反应来看 那人十有八九 就是红卵 我早该看出那丫头心思不正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阿唐 红卵再怎么可恨 也是大舅母出于一片好心 赐给我的丫鬟 你多多少少看这些舅母的脸面 莫要把事情做得太难看了 再者 红卵毕竟在我身边伺候了一段日子 瓜田里下 青浊南边 你信我 外人却未必肯信 依着我的意思 此时还是不宜太过胜张 更不可闹出人命 我明白姐姐的意思 姐姐请安心些些 今夜我便将此事了结 明日一早过来回你 阿唐 姐姐还有什么吩咐 你 你的衣带开了 头发也有些乱 手里好了再出去 卫兄 咱们关系这样好 同吃同睡如手如足 本该无话不谈才对 可你既然瞧上了我大舅母身边的丫鬟 为何不同我说啊 什么 卫恒自认为 他和红卵联手定下的这条计策 实乃万无一师之策 大家闺秀们 无不适真洁如性命 记忆伪身于他 自然任由他搓圆捏扁 百依百顺 不敢有为 而他故意引谢之方 发现了两件要命的信物 则是吃准了对方顾及脸面 一定不敢大肆声张 甚至于为了遮掩这桩见不得人的丑事 谢之方还要忍气吞声 主动提出将姐姐下嫁于他 并且馈赠一笔丰厚的嫁妆 求他善待谢之真 可人心难测 他怎么也没想到 红卵竟有那般的胆量和心机 来了个偷梁换柱 打算两家通吃 您看这是说的什么话 怎么我竟听不懂 卫兄还哄我呢 红卵那丫鬟我是见过的 生的人比花椒 是个伶俐的妙人 也不算辱没了卫兄 卫兄既喜欢他 我和大舅母说一声 让舅母把他嫁给你便是 实在不必行这种不光彩的尸体 叫外人知道了 面子上不好看 我倒越来越糊涂了 红卵不是谢小姐身边的丫鬟吗 没有的事 红卵九岁入府 一直在我大伯母身边伺候 真妹妹打长安带了好几个丫鬟 并不需要红卵服侍 你们也是府里的老人 你们告诉卫公子 红卵到底是大伯母身边的 还是真妹妹身边的 红卵姑娘是大夫人跟前的丫鬟 盒子里庄大 乃是我和一女子的定情信物 若非万不得已 我也不想到这个地步 想不到卫兄看起来端方雅正 背地里竟然如此喜好风月之事 真真是不拘小节啊 卫衡的脸色骤然转轻 意识到自己上了谢之方的档 大声道 我要接谢小姐 我要接真娘 我姐姐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 谢之方骤然翻脸 将手里的茶盏致向卫衡 不是 卫公子这话说的荒谬啊 我们兄弟二人 方才便与你说过 红卵是大伯母身边的丫鬟 并不和真妹妹相关 你和丫鬟私底下做出苟且之事 是我们宋府的规矩于无误 我们信你众你 并不想就此事深究 反而还打算成全你们这些鸳鸯 已经算是人质易尽 可你若是嫌弃红卵的出身 未免有些欺人太甚了吧 我们脾气再好 有些事也是忍不得的 和我私同之人并不是红卵 是 把人带上来 几个绑大腰圆的护院 将浑身是血的红卵拖了上来 他的双手被砸指夹得变了形 红卵 你快告诉他们 我们之间并无私情 和我有钱的人是你家小姐 红卵仰头看了看他 吃力的张开嘴 露出里面血淋淋的空洞 满嘴的牙齿都被拔光 舌头也被割了半截 他含糊的发出一些 意义不明的杂音 吐出一口闲血 卫衡 你既收用了这丫头 便将她领回去完婚 读过那么多年圣贤书的人 万不可行使乱中气之时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和谢小姐到底有没有私情 你们心里清楚得很 如今倒打一耙 偷换了信物构陷于我 又用这种毒辣手段封住红卵的狗 真当这临安城没有王法不成 果然是临安赫赫有名的才子 巧舌如黄殿口力词 让人佩服 继续说 我家境贫寒 十年寒窗苦度 付出了常人十倍乃至百倍的努力 才熬到了和你们站在一起说话的资格 可你们平心而论 可曾有一瞬平等看待过我 像同情一只流浪狗一般 魏恒 你太过偏激了 偏激 对我呼来喝去 毫无半点尊重 好 好 你这一番话真是令我大开眼界 得了 爷爷一晚上没睡 这会儿困得要死 懒得跟你多废口舌 你就给我一句痛快话 到底娶不娶这丫头 我承认 我的做法确实有不透之处 可我欺慕真娘是真 红卵替我们来往送信是真 真娘也是心甘情愿将身子与了我的 断我手脚割我舌头 我也是这般说 不过 我提醒你们一句 我再怎么不急 终究是个举人 若是不明不白的 在宋府失踪 或是落个残疾的下场 宋家也无法指手遮天 再者 你们做出这样的事 想必是瞒着真娘了吧 他若相思成绩 以泪洗面 你们当真舍得 魏恒 我很好奇一件事 你为何如此笃定 和你私会的人 是我姐姐本人 什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用多了饭时 有些不消化 便沿着湖边散步 没想到创建一对野鸳鸯 那男子极为风流 还在他身上痕迹 如点点红霉 可怜可爱 他缓步夺置 听前奄奄一息的红卵身边 蹲下去 用锋利的匕首割破他的衣巾 魏恒 你瞧瞧 是这样的红霉吗 魏恒如遭雷击 顿时 他明白了一切 紧接着 发疯了似的冲过去 掐着红卵的脖梗 往他脸上狠狠扇了几个巴掌 贱婢 你竟敢 空骗于我 我杀了你 为了避免闹出人命 宋永怡及时出手 将魏恒制服 暗倒在地 虽然你忘恩负义 吃里扒外 但我念着旧情 还是不想把事情做去 所以我还是那个意思 你备好八台大轿 以正妻身份 把红卵迎回家 从此咱们桥归 桥路归路 各不相干 你一下如何 就他也配进我魏家的门 难道女昌天作之恶 我看你们两个般配得很啊 对了 如今天天寒地冻 你家的房子实在破败 魏伯母一个人住在那里 怪可怜见的 因此我便使人将她请了来 你抓我母亲干什么 有什么冲我来 别欺负她 哎呀 瞧你这话说得多难听啊 我帮你奉养母亲 你不敢接到还罢了 怎么还这么凶 你放心 只要你安分守己 管住你这张嘴 和红卵好好过你们的小日子 我一定好吃好喝地供着他老人家 若是你听话 三不五十还能放你进府见他一面 这阵子你们也辛苦了 下去松散松散吧 姐姐这里有我召看 奴婢留下来服侍小姐吧 不妨是 难得来庄子上玩一回 倒不必守那么多规矩 琵琶欲言又止 和青梅等人退下的时候 忧心冲冲地看了一眼谢知方 谢知真走到屏风后面宽衣解带 不多时 里间隐隐传来水声 谢知方坐在外头的巴仙椅上 姐姐水温烫不烫 不烫很舒服 谢知方在外间喝酒吃果子 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姐姐说着话 好随时确定她没有闪失 阿唐 阿唐 姐姐怎么了 谢知方立刻站起身 走到帘子旁边问 可是有事 有 有蝎子 姐姐别动 我这就进去 别 你别进来 我 我没穿衣裳 那 那怎么 姐姐你别乱动 万一那蝎子有毒 被它折到就不好了 那 那你帮我换琵琶他们过来吧 不成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想了想 脱掉自己的外袍 登登登冲进去 依着记忆摸索到汤犬所在的方位 先劈着 她的脸悄悄地红了 心跳加速 脑子发晕 也不知道是生了杂念 还是酒意上头 好了 谢知方文言睁言 背对着她跳到汤匙对面 出手如垫 一刀切去那蝎子的熬刺 第二刀斩断头颅 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往后退了一步 不慎踩在湿滑的砖石上 脚下打滑 扑通一声 跌入热水之中 阿唐 谢知真吃了一惊 本能地扑进水里扶她 在热气的蒸熏中 满满一壶黄酒的后架上来 谢知方头脑昏昏沉沉 手脚也不大听使欢 狼狈地扑通了几下 敲了两口水 这才抓住什么柔软的物事 浮出水面 但看清眼前的美景 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少女柔美的娇躯 先毫避现 谢知方呆愣愣地 看着怀中美人 鼻腔涌出一股热流 滴滴答答落在水面上 阿唐 你有没有事 头痛吗 还是哪里难受 倚靠着柔软的身子 谢知方像这呆头鹅一般 养着面孔 顶着两管鼻血 凝望碧蓝如洗的天空 在谢知真抬起手 抚摸她的额头时 她终于清醒过来 捂着鼻子 连滚带爬地逃离汤匙 歇着满身的水 步履亮呛地就往外冲 阿唐 你去哪儿 户外气温很低 她没拼后世的大厂 万一又给了姐姐 就算有内力抵御 依旧冷得直打哆嗦 可心头却一直在拱火 浑身难受 她四肢大张 躺倒在冰天雪地里 闭上双眼 任由鹅毛大的雪花 落在眉上 结尖 经此一试 谢知方大病一场 出了一身的洞窗 等到大好时 已经过了十五的元宵节 我在这边新看了几家铺子 还没谈好价格 另外 太子殿下来信 吩咐我帮她办两件小事 也得花几天时间 姐姐随大舅舅先行 但我忙完了手里的事情 骑快马走路路和你们会合 谢知真不宜有她 柔声叮嘱了几句 在丫鬟们的簇拥中 登上船梯 客船正经过一个小型码头 夜深人静 岸上的人不多 伙计往来搬运货物 商人讨价还价 一个黑衣人 身形迅捷地从远方奔来 在闪烁的火把和雪亮的刀锋 追赶中 纵身投入冰冷的河水 跳下去了 快追 谢知真直觉这些人 不是什么善于之辈 早在他们接近时 便躲在了船线后面 直到客船渐行渐远 这才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 哗啦一声 那被众人追杀的黑衣人 神不知鬼不觉地 抓着船尾垂下的绳子 爬了上来 他吓了一跳 后退两步 正打算喊人来 却见那男子 捂着不停流血的右腰 痛苦地翻了个身 自女子的群聚往上看 借着清冷的月光 变清她的长相时 一双银灰色的瞳孔 忽然凝固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为何要追杀你 姬渐渐近乎贪婪地 看着她精致的脸 在下行温 单面一个鱼字 随父亲南北买卖经商 经过此地时 遭山匪劫掠 父亲命丧匪寇之手 家仆护卫也尽数蛇在里面 只有我一人逃了出来 之所以不亮出皇子身份 是害怕吓着她 那你为何穿着夜行衣 他们因我铜色特殊 便留下我一条活口 说是要偷渡到远阳 卖个好价钱 我趁夜深人静时 打晕了看守 换上她的衣服 这才侥幸跑脱 还请姑娘救我一命 他日 必将涌全相报 我去请我舅舅过来 姑娘且慢 我知道姑娘的所思所虑 可是姑娘仔细想想 说你舅舅见到我 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必定会在下一个码头靠岸 将我送至官府 如果事实真如你所说 便是去了官府也能说得明白 又有何惧呢 积温鱼皱了皱眉 不明白她为何与前世里的温顺模样大相径庭 姑娘有所不知 我在匪窝的时候 听见几个喽啰酒后议论 说他们的大当家神通广大 跟官府老爷搭上了关系 称兄道弟 常有利益往来 说姑娘请掌位做主 将我扭送到官府 我少不得被他们驱打成招 按一个为非作歹的罪名 我一人死了倒也罢了 连累父亲冤情难选 死不瞑目 才是大大的不孝 若姑娘坚持如此 不如一件给我个痛快 也省得我 再受许多错目 你等一等 我去给你拿些金创药过来 将这些东西远远地抛给姬文鱼 你自己止血包扎吧 我疼得厉害 使不上力气 姑娘帮人帮到底吧 男女受受不侵 我不好帮你的 你若实在不成 穿上还有郎中 我去替你请他过来 姬文鱼只好强撑着 将药粉撒在妖际伤口处 姑娘 可是要去长安 我父亲在长安还有几个故郊 本也是打算我那边去的 还请姑娘 给我安置个隐蔽型的住处养伤 顺路送我一程 我如今身无分文 这玉佩全当谢礼 待往后安定下来 再去姑娘府上 正式道谢 我知道姑娘的顾虑 我向姑娘保证 在船上的这些时日 绝不随意走动 更不会让旁人发现 坏了姑娘的清语 谢知真沉吟许久 见此人确实有些 落难贵公子的气度 这枚玉佩又成色上等 不是寻常百姓家能有的东西 便信了几分 带她走到船舱底部 打开一间装满了 绸缎布料的库房 你先住在这里吧 看着姬文鱼 将她端过来的一大碗水 喝了个干净 谢知真眼底闪过一丝愧疚 她瞧着这人有功夫在身 害怕引狼入室 害了满船人性命 因此往水里下了些软金伞 这药无色无味 服下之后全身酸软 虽可如常行动 却发挥不出半分内力 与普通人无异 药效可持续十天左右 温公子 为防下谱善入 我将门从外面锁上 往后每隔三天 给你送一回食水和药物 你看这样成吗 姬文鱼脸上的笑容僵了僵 她这到底是在防下谱 还是为了防她 过了半个月 他们终于回到了 阔别近半年的长安城 阿萱 好久不见啊 你这印象可好 没你在身边锅灶 吃得好睡得香 别提多快活 转头看见戴着帷帽 款款下船的谢知真 姐姐一路辛苦 谢知真端庄大方的回礼 在丫鬟们的簇拥下上了轿子 齐过后府这几个月 闹出不少笑话 阿堂你可曾经说 不曾 刚成亲那阵子还算消停 把那位乐安公主 当作观音菩萨拱着 可公主年纪小小 形势却毒辣得很 刚进门两天 便不顾齐太夫人 和大夫人的阻拦 将齐青城的两个通房 发卖到了下等窑子 齐青城敢怒不敢言 咬牙忍了 跟着公主常驻公主府 平时呢 想回一趟家 竟然还需要向公主请示 真是丢尽了天下男儿的脸 谢知方聊开车帘一脚 见姐姐安安静静地听着 并无伤心神色 随时的青梅和绿鳄 更是竖起耳朵 贴着车壁细听 满脸八卦 于是放下心来 笑道 那斯本就是个 齐软趴影之辈 不足为奇 然后呢 乐安公主 对齐青城确实是没说的 一颗新禁树 扑在他身上 舍下脸面 跟陛下又哭又囊 强行求了个户部的闲圈 将他安置在里面 可齐青城 不通数物 能力不足 又是吃软饭进去的 难免遭人耻笑孤里 他憋了一肚子的嫌弃 回去又不好发作 便三不五时 往齐家的一个庄子上去 说是散心 一去便是半日 有时候夜深了才回来 他该不会在庄子上藏了什么人吧 他那个放在心尖尖上的柳霞表妹 哼哼 正是 公主独守空房 难免疑心 派人手细细查探 在庄子上 发现了一个楚楚可怜的美娇娘 最奇的是 那娇娘竟然已身怀有孕 算算受孕的日子 倒比公主进门还要早些 哼 这下可热闹了 公主金枝玉叶 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委屈啊 可不是吗 公主立刻亲自杀了过去 端起正式的派头 令那女子跪在地上 使工人往那如花似玉的脸上 连续抽了几十个巴掌 真是可怜哪 当天夜里 那女子流血不止 到底没保住 听说落下来的 还是个已成形的男胎 公主再怎么专横把扶 也知道子嗣一事 对齐国侯府有多重要 又顾忌着齐青城 便低头认了错 忍气吞声地搬进了 齐国侯府居住 将虚弱不堪的柳莲儿 接近了府里照看 唉 齐青城左拥右抱 坐享其人之福 对留了胎的柳姨娘偏腾着险 还没坐完小月子 便常常塑在她房里 两个人好的秘密调摇 趁得公主越发凄惨 谁承想啊 峰回路转 年关之时 柳姨娘身边的丫鬟 偷了些金银细软出去发卖 叫公主身边的嬷嬷 抓了个现行 一审二审之下 竟然发现了个惊天的大秘密 柳姨娘根本就没有怀孕 她用色相和积攒下来的银子 收买了太医和郎中 瞒天过海 又假借流产 将公主拉下了马 连林轩都不知道 那个丫鬟原是她离京之前 便收买好了的 被公主这么轻易地审问出真相 也出自她的授意 她早就抓住了柳莲儿的把柄 一直隐而不发 等的就是这狗咬狗的一天 这下可痛破了天 公主意识到自己被人当猴一般耍了许久 驸马又偏听偏信 对她不闻不闻 当即率人冲进柳姨娘房里 将一对在床上翻云覆雨的狗男女 拖到地上 当着齐青城的面 正杀了柳姨娘 鲜血四肩 香消欲云 齐青城被吓破了胆 竟然落下了个不举的症状 两个人生出嫌隙 公主越看她越不顺眼 剑声艳起 陛下龙颜大怒 削了齐国后的爵位 练公主 休夫令驾 至于齐青城啊 她在长安已经待不下去了 便辞去了户部的职位 寻了个蛮荒之地的外放之群 这会儿 估计正在什么穷乡僻壤 吃苦受罪呢 姐姐 你喜欢这儿吗 谢之方没来由地 想起前世里功成名就后 和姐姐极为有限的几次见面 似乎都是在这花团紧簇的深宫里 那时的她高婉云记 诸为玉绕 和她之间总隔着无数面目不清的侍者 连一句提起话都没有机会说 良缘虽好 并非酒恋之相 姐姐说的有理 走在通往长春宫的玉道上 谢之方看着汉白玉雕旧的方砖 联想起一段不愉快的经历 前世里 她和姐姐就死在这附近 阿唐 怎么了 无事 待会儿我不好心电呢 若是贵妃因太子殿下 或是乐安公主的事难为你 说一些家强待棒的话 姐姐千万忍着钱 往后我找机会给你出气 谢之珍忍俊不禁 一一应下 谢涛谢太父之长女 会和县主 拜见贵妃娘娘 丽贵妃抬眼瞧见谢之珍 便想起自家女儿上个案子替她跳进火坑的事 气不打一处来 便存心给她难堪 继续和身边的郑平说话 谢之珍教养出众 不休不恼的端端正正跪着 跪了约莫半炷香之久 丽贵妃这才慢礼云并 做一副恍然大悟状 这不是会和县主吗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我竟不知道 没眼力见的奴才 八八地处在这里丢人现眼 还不快将人扶起来 这是臣女的一点心意 还望娘娘莫要嫌弃 县主有心了 县主今年多大年级 可有婚配 陛下劈完了车子 正往长春宫来 请贵妃娘娘准备接嫁 丽贵妃先是一喜 玄机又是一惊 飞快地瞥了一眼 躺下的谢知真 若是陛下看见她 难保不会生出欣赏之心 既然陛下要来 你们便一步往梅园赏花吧 这么多人挤在一处 吵得本宫头疼 姐姐可有受什么委屈 谢知真摇了摇头 我生怕丽贵妃难为你 求太子殿下 借着向陛下乘坐公务的时机 往御谦掀了几只绿莓 陛下看见 果然多问了几句 听说近日丽贵妃在后宫设宴赏花 便一嫁过来 若非如此 真不知道姐姐几时才能脱身 她深谙丽贵妃的心理 直到她见过姐姐的容色之后 必不敢冒险让陛下看到她 谢知真将自己进殿后的遭遇 一五一十地讲给弟弟 她又想干预姐姐的终身大事 姐姐放心 等我回家 我就去找母亲商量 必定给姐姐挑一个十全十美的如意郎君 把你的婚事办得又快又好 谢知真也有些忧心 因此并未如往常一般修难躲闪 而是微微点了点头 采和 早都快用完了 你再去取些新的来吧 待那宫女远去 她帮谢知真擦干净双手 县主 奴婢名叫采薇 是六殿下身边的贴身侍女 奉命过来传几句话 谢知真听弟弟提起 重生之类的怪离乱神之事时 对六皇子的诸多狠辣暴虐行径 有所耳闻 虽说她对前世今生的原法 半信半疑 却还是牢牢记住了弟弟的要求 让她远离六皇子 我与六殿下素不相识 你找错人了吧 绝不会错 六殿下说 她之前迫于无奈 对县主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封信件里详细解释了前因后果 县主看了 便能理解她的苦衷 臣女参见太子殿下 明堂和慧和妹妹快请起 这位是我六弟 参见六殿下 吉文鱼贪恋地看着眼前美人 只见盛装打扮的谢知真 比前世里做她的王妃时 还要光彩照人 吉文成吩咐宫人们 设习传菜 明堂 今夜就咱们四个聚在一处 倒不必拘于那些繁文入节 我心里拿你当弟弟 这边问句乐举的话 你可别恼啊 啊 微诚愧不敢当 殿下请问 吉文成看了认真听戏的谢知真一眼 慧和妹妹可有婚配 谢知方额角轻惊直跳 几乎要以为太子瞧上了自家姐姐 姐姐尚未定情 不过家中母亲这些日子正在相看 似乎已经有了眉目 谢小姐 我敬你一杯 已献你那日 在船上相救之恩 船上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我见毫不知情 到底是奇文于信口无数 还是姐姐 还是姐姐真的跟她有了什么瓜葛 船上那几日 我伤重男情 若不是谢小姐悉心照料 想来早就命负黄泉 我那时便说过 将来必定找机会向你正式道歉 没成想这么快就有了再见的机会 一杯薄酒 不成敬意 还请谢小姐给个面子 六殿下认错人了吧 我没有救过什么人 近日之前 也从未见过六殿下 谢小姐脸皮薄 不肯承认 也在清理之中 是我唐突了 我姐姐说没有就是没有 她从来不撒谎的 倒是六殿下说话没头没尾 令人摸不着头脑 该不是前几日身受重伤之时 做了什么黄粮大梦吗 谢小姐 不好意思与我相认倒也罢了 我只想让小姐知道 你那日为我亲手风制的衣裳 我之间还好好地收藏在府里 常常拿出来 堵物私人 我从来没有给外人 做过什么衣裳 既然六殿下说 时常堵物私人 那还请拿出食物 也好还我一个清白 见机温鱼拿不出来 谢志方的心 踏踏实实落回了肚子里 姐姐说的极是 她平日里要协助我母亲 打理后宅 闲暇事后本来就少 便是我 一期也只得那么四五套吧 哪里有什么功夫 给不相干的外人做衣裳 或许是我认错了人 谢小姐莫要见怪 看来是一场误会 六殿当时在生死关头 打了个来回 身受重伤意识不清 记错了救命恩人的长相 也未可知 我方才也是如此说的 只是事关我姐姐的情欲 还请六殿下出门在外的时候 清醒着点 莫要再说方才那般捕风捉影的话 到底前世里做了大半辈子帝王 听见他这样家强带棒地讽刺自己 纪温鱼如何不恼 纪温鱼那丝 该不是被姐姐的美色冲昏了头吧 那帮华天下 这大吉的谎话都编得出来 什么救命之恩 什么姐姐亲手给他做过衣裳 说得有鼻子有眼 差点就信了 嘘 阿唐 此地人多眼赞 咱们有话回家再说 他扬起衣袖时 一方粉色信尖 从袖子的暗袋中轻飘飘地飞了出来 这是什么 借着灯光打开 往上面瞄了两眼 立刻变了颜色 这是什么 谢知真忙不迭地拉他坐回去 一只玉手掩住他的唇 阿唐 你冷静点 谢知方双目喷火 正打算一五一十问个清楚 后知后觉地感受到他手心里的触感 这封信 是我方才在太子宫中整装的时候 一名宫女悄悄递给我的 我并没有打开看 因此也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内容 哦 谢知方被他这副美态豁住 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 一想到唇上残存着他的味道 浑身的血液都仿佛燃烧起来 六殿下都说了些什么 左不过是巧言吝啬 装傻卖惨 姐姐真的见过他 谢知真微微点了点头 什么时候的事 隋大舅舅从林安回到长安时 有天夜里 他身受重伤 自水中爬到我们客船上 什么 奈着性子听姐姐简单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待知道纪文鱼编出一套说辞 避开所有下仆和他孤男寡女共处一世时 谢知方又产生了想跳脚的冲动 姐姐你 此事错全在我 是我没有保护好姐姐 姐姐当时若是吃了什么大亏 我万死也难辞其咎 阿汤 你不必自责 我心事自有分寸 我当时只想着 不好见死不救 却万万没想到 他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之人 姐姐真的没受什么委屈吗 他有没有说什么不干不净的话 有没有借伤众男行让你照顾他 搀扶他 借机摸你抱你 你不要怕 时说与我便是 我总有法子教他付出代价 谢知真脸微微一红 觉得弟弟掌心火热 正了两下却没有挣脱 真的没有 阿汤 你抓捣我了 谢知方这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手 姐姐 没有给他做什么衣裳吧 若是细究起来 倒确实做过一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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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给他做衣裳 姐姐你该不会是 不行 你绝不能喜欢他 他与我们姐弟二人不共戴天 你可别被那张脸给骗了 见弟弟声量越来越高 谢知真没有法子 凑近前贴着他耳朵 将校服的事说了 可算把这桶火药彻底熄灭了 他惊魂未定地一把抱住姐姐 姐姐 你离他远远的 咱们都离他远远的 好不好 这样贵重的物品 留在我这里实在不笑话 总要想个法子 早些归还于他 谢知真正说着 瞧见弟弟将那玉佩握在手里 暗喻内力 不过片刻 那价值不菲的白玉 便化为积分 姐姐记住今日在太子殿下跟前说过的话 你不认得姬文语 没有给他做过医生 更没有见过什么玉佩 谢知真也知道事关重大 郑重地点头答应 第二日 林轩到访时 看见一身白衣的少年 正站在书案前自言自语 这吕公子好是好 为人太过古板了些 不懂风花雪月 姐姐性子本来就安静 需要找个话多的才好 宋二公子倒是活泼 可以太过躁了点 浴室毛毛躁躁 不够稳重 你一会儿要话多的 一会儿又要稳重的 怎么这般难伺候 陛下挑女婿都没你可可 所以挑了齐家那么个活宝呗 你不懂 我姐姐的婚事可不能有半点茶匙 满长安的世家公子 勉强过得去的真就只有这么几位 你们再去查一遍 看看有没有漏掉那个 少爷 年龄相当又尚未定性的全在这儿了 余下的便是二十出头意外丧气的官夫 还有比大小姐小个两三岁的 官夫不成 八字态应容一刻切 小几岁的也不太好 不会疼人 你也别一杆子打翻一传人 不是还有句俗话叫 女大三报金砖吗 女大三报金砖 谢知方念念有词 忽然抬起头 目光灼灼的看向林轩 谢知方 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啊 阿轩 我怎么把你给忘了 你家里还没给你定亲 对不对 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看你是病急乱投医 混了头了 我姐姐有什么不好 配个王孙公子都是使得的 难道还辱没了你不成 说句不中听呢 要不是前有狼后有虎 实在脱不得 这好事也轮不到你头上 我 我没有说姐姐不好的意思 姐姐就是姐姐 如何能娶进家里做娘子 阿轩 你已经有很多年没见过我姐姐了吧 是有很多年了 你要是还是我兄弟 就和我姐姐见一面再说 此时我来安排 先说好 既然是可以见 你可别把这消息 露给我父亲母亲知道 不然的话 我立刻跟你绝交 林轩想来想去 决定在谢知真面前 表现得差劲些 无理些 最好能叫她心生反感 这样才能不伤和气 既要喝茶 为什么不去我院子里啊 之所以请姐姐来这里 是想让你见个人 见谁啊 姐姐莫慌 这人你也是认识的 阿轩 姐姐且在这里稍坐 我去湖面上看看有没有连胖 阿轩 你照顾好我姐姐 现在才是初春时节 哪来的连胖啊 姐姐 姐姐与阿唐长得有些相像 数年不见 阿轩弟弟长高了许多 有些大人的模样了 阿唐性情顽劣 总喜欢在外面胡闹 有你在旁边拒着她 我和母亲在家里也放心一些 姐姐太客气了 林轩弯腰给谢知真倒茶的时候 一直贴身带着的吊坠 不知怎么从礼仪中滑落出来 正是谢知方十二岁生辰时 母家众多长辈们送来的贺礼之一 谢知真记得 弟弟当时十分喜欢 后来不慎遗失了 还翻箱倒柜找了许久 林轩意识到录了行迹 忙不迭地将玉坠塞回去 如果我没记错 阿轩弟弟你和阿唐同岁 对吗 是 我比阿唐大两个月 算算年纪也不小了 林伯伯和伯母 可以为你定下心仪的姑娘 还没有 我尚未建功立业 不过是一届白丁 这会儿娶妻 没得委屈了别的姑娘 因此并不着急 阿唐不是也没定亲吗 想来也是抱着同样的打算 母亲近来 正帮阿唐相看合适的姑娘 我瞧着宋老将军家的小姐就不错 怎么 她没有同你说吗 文言 林轩的脸色刷得一下白了 既然如此 我定要好好 恭喜恭喜她 这人可真是的 口口声声拿我当兄弟 怎么这样的大事 都不跟我说一声 姐姐 两边已经换过耕铁了吗 可有我能帮她上忙的 不曾 此事 本就是我随口胡揍的 林轩愣住了 待反应过来她的用意之后 冷汗沉沉而下 姐姐 我 我 只喜欢过阿唐一个人 阿唐喜欢你吗 不不 姐姐别多想 阿唐并不知道我的心思 我也不敢让她知道 你先起来吧 姐姐让我跪着吧 这样 我心里还能好受些 阿萱弟弟 你这又是何苦呢 你也知道 阿唐是我们家这辈里 唯一的男丁 将来肯定是要娶妻生子 为谢家绵延子嗣的 便是你自己 也不可能一直不娶妻吧 我明白姐姐在担心什么 阿唐当然应该拥有正常人的生活 等她成亲的那一天 我必定背下一份大礼 以朋友的身份 恭贺她 至于我自己 我只能向姐姐保证 在真正放下她之前 绝不肯害别的女子 我向姐姐发誓 绝不让阿唐发现我的心思 我将拼尽全力保护她 竭尽所能帮她得到她想要的一切 若有为此事 叫我天诛地灭 谢之风划着船 在湖上晃了一大圈回来 看到林轩和姐姐有说有笑 相谈甚欢 心里莫名堵得厉害 谢之风你又发什么疯啊 上午的时候 是谁死活不肯去见我姐姐的 这会儿怎么变了副样子 一步三回头的舍不得走 你不要胡乱攀骚啊 到底是谁一步三回头啊 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若是有意 便早些回去准备三书六礼 不过丑话跟你说在前头啊 娶了我姐姐 不许在外面颠三搞四 惹她伤心 我觉得姐姐温柔亲切 你说定了 从今往后 将她当作亲姐姐 说不定往后姐姐成亲的时候 我还能以弟弟的身份给她送嫁呢 将她当作亲姐姐 你你你 我拿你当好兄弟 你却给我抢姐姐 真是岂有此理 五月初二 谢夫人带着谢之珍 前往长安城郊 香火颇盛的昭提寺 上香礼佛 说是上香 其实是她与吕夫人约好 接个安静的所在 好见一见她家的大公子 姐姐 我这里被一些所事办住了手脚 你和母亲先去 我麻烦必去接你 她原本也是打算同行的 没想想临到跟前 太子宫中的长使 送了几本账册过来 请她帮忙核对些数据 二人在堆积如山的 陈年旧账里折腾了半日 你看 早在半个月之前 太子殿下便使人借过这本账簿 这里还盖了殿下的印信 为何现在又要我们来查 可是哪里出了差错 谢之方皱了皱眉 忽然似乎想到了什么 腾底一下跳起来 这是吊虎离山之计啊 吃山粉 怎么会有山粉 我乃黑牢寨寨主 雄阔海 十项些的 快快放下兵器 交出金银财宝 我可饶你们性命 车里坐的是太子太父府上的家眷 一是去寺庙里上香 随身只带了五百两银子的香火钱 还请大王收下 给我们行个方便 堂堂太父 只拿出这么点银子 是把我们当叫花子打发吗 车上坐的两位都是女眷吧 受累跟我们走一趟 你回去告诉你家老爷 准备一万两银子 亲自过来赎人 护卫统领见识谈不拢 便是两个得力的手下 各驾一辆马车 带着夫人小姐往山下逃 自己率领其一人马 和匪扣站在一处 不多时 两辆马车拐向不同的方向 马车忽然停下 谢之针心知不好 将随身携带的一枚暗器 藏于袖中 这位 就是谢太父家的大小姐吧 不要伤害无辜之人的性命 我跟你走 小姐 您去哪里 弄闭们就跟到哪里 谢小姐愿意配合 那自然是再也好不过了 还不快下去 青梅泪流满面 只是不肯走 琵琶却看懂了谢之针的暗示 狠狠擦了把眼泪 对她又磕了个头 硬拽着青梅跳下马车 快步往山下走 我们怎么能抛下小姐 闭嘴 咱们跟着 也帮不了什么忙 还不如快些去找少爷求救 却说着雄阔海 得了个绝世美人 欢喜得没入角处 亲自驾着马车 往不远处的密林里走 尔等胆大包天 竟敢在光天花日之下 行此劫道掳掠之事 还不束手就擒 不料那少年手段了得 一箭刺中了雄阔海心门 雄阔海口中喷出一股鲜血 错愕地指着那少年 似乎想要说什么 被他毫不犹豫地 往要害出补了一箭 当即弃绝身亡 我经过此地 听见这起子强人 喊打喊杀 心生不忍 便出手相助 没想到 被他们掳走的人 竟然是谢小姐 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谢小姐瞎坏了吧 莫怕 有我在此 谁也不敢动你半根寒毛 多谢柳殿下救命之恩 还请殿下帮人包到底 送我回家 这是自然 他将车帘重新放下 驾着马车 往另一个方向而去 不是下山的路 而是上山 殿下 臣女的家 不在这个方位 我知道 我在这附近有个庄子 此次前来 便是为了 取一件紧要东西 谢小姐稍安勿躁 我拿了东西 便送你回去 也好 殿下办正事要紧 他左思右想 将并肩珠花 拆环一一取下 在马车转弯时 顺着窗户的缝隙 瞧瞧指到路边的草丛里 沿路留下标记 马车走走停停 像是在友谊拖延时间 直至天色微微擦黑 方才停在一处安静的庄子跟前 谢小姐 今日受了不少惊吓 又赶了许久的路 想必十分乏累 不如随我下车喝杯茶 歇息片刻吧 多谢殿下好意 可是天色已然不早 殿下取过东西 咱们快些赶路吧 家中横躁变故 母亲若九旬我不见 这会儿还不知道 怎样担惊受怕呢 这个好吧 我派人给谢太夫送个消息 告知他 你已被我从山贼手里救下 毫发无伤 谢小姐还走得动吗 你是想自己下来 还是由我抱着下来 既如此 还请殿下早些 给我家里送信 这是自然 姬文鱼招来一个手下 对他耳语了两句 做出父往谢府送信的假象 然后便引着谢之针 往客房走 谢小姐何必紧张 折烫了大半日 坐下来用些韭菜吧 不必了 臣女不饿也不累 殿下请自便 臣娘 你在害怕什么 臣女并不害怕殿下 只是觉得 这样共处一事 与礼不合 臣娘 你今日 是要去招提寺 相看夫婿人选的吧 谁承想 半路遭此不测 被山贼掳走 真是可怜可谈 那位夫人和公子 见不到你 很快就会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待消息在长安传开 你再想找什么如意郎君 只怕难如登天 事已至此 只有一招才能破局 便是嫁于我为妻 实不相瞒 我对你一见钟情 因此并不打算计较你上一次的无礼 还可以虚你正非之位 你这么聪明 应该明白 这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对不对 今日这一场闹剧 全是殿下的设计吧 真娘 你在说什么胡话 山贼劫道时 我便觉得奇怪 其一 经常隐素有邪命 治理有方 怎么可能容许那么一大火匪扣 在天字脚下横行 其二 那寨主听到我们赐报家门之后 不但不怕 反而越加猖狂 其三 殿下出现的时机 未免也太过凑巧 那寨主被你刺伤时 明显还想与你说什么 可你却直接灭口了事 想必是之前说好了 要给他一条活路 事到临头却反悔了吧 哈哈哈哈 真娘果然聪慧过人啊 不错 今日之事 确是我一手谋话 不过 谁让他狗胆包天 妄图沾你的身子 我灭他的口 还不是为了给你出气啊 细算来 这笔人命债 应当归在你的头上 殿下强辱臣女 并非君子所谓 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是君子 吉文鱼 拉起他绣着 玉色蝴蝶的衣袖 动作渐渐放肆 真娘 便是你看穿了 我的真面目 也不要紧 你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早晚要洗尖连理 我也没有想过要瞒你 我是不择手断了线 可归根结底 还不是太过 私慕你的缘故 谁让你不听话 总是对我不假辞色 还在太子面前狠狠地打了我的脸面 你但凡公顺一点 我也不至于如此心急 我便是终身不佳 也绝不会委身于你这样的卑鄙小人 狠话可别说得太早 真娘 你什么都好 就是骨子里倦得厉害 总要吃点苦涛才肯乖乖听话 这毛病从来都没改过 你到底想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 自然是与你结成夫妻之时 接下来这段时日 咱们哪里也不去 就在庄子上好好住着 什么时候你肚子里 怀上我的嫡张子 什么时候 我再送你回家备嫁 你说好不好 我弟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弟弟 能翻出多大风啊 不要 不要碰我 这娘听话 纪文鱼意乱情迷 正打算扯开她的腰带 忽然听到细微的咔哒一声 紧接着胸口便传来一阵刺痛 身体瞬间麻痹 四肢也动弹不得 谢知真惊慌失措地 将发挥过价值的暗器丢在地上 提起裙子就往外逃 刚走出没两步 便觉双腿发软 气力难支 一个亮腔跌坐在地上 真娘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出手伤我 谢知真只觉浑身躁热难当 明白这状态不对 你是不是想问 为何你什么韭菜都没有动 还是会中招 这对蜡烛里添了些香料 你未经人事 想来受不住破身之痛 我真心连你疼你 这才做此准备 他拉下轻杀裁救的红杖 看着面前毫无反抗之力的女死 这娘 仓促之间 来不及筹备那么多仪式 你先委屈委屈 今晚 便是咱们的洞房花烛之夜 谢知真眼眸里涌现出无边的绝望 偏过头 不去看他得意忘形的脸 阿唐 姐姐身陷险境 已经叫人心急入焚 你可不能再舌在里面 谢知方哪里还听得进去 胡乱点头硬了 骑马往山上去了 他行出半里地 瞧见草丛里有什么东西微微闪烁 谢知方精神一震 沿着姐姐留下的标记一路追赶 终于在天色擦黑之前 来到一个僻静的庄子 正当他准备将美人重新捉回身下 煞风景的谢知方 却一头闯了进来 地上散落着好几件衣裳 床杖中传出的娇气 更是将他钉死在原地 喜闻瑜 把我姐姐还给我 你姐姐已经是我的人了 回去带话给你父亲 我会对他负责人的 喜闻瑜 我想你的狗命 大胆 快放下电视 眼看着一剑即将割断对方喉管 谢知方往安静下来的床脉里 看了一眼 遏制住了桃天杀意 此仇不报 势不为人 可是姐姐的安全 比任何事都要重要 我想保住你们殿下的性命 立即给我准备一批快马 其人推到后院 谢知方 你姐姐不幸落入山贼手里 被他们掐了药 我偶然救下她 见她深受药物折磨之苦 心生不忍 这才和她成了夫妻之时 细究起来 我算得上是她的救命恩人 你不说好好感谢我 反而对我喊打喊杀 未免太过无礼 谢知方冷笑一声 将剑剑又往前递了递 割破她的皮肤 别 别动手 小的这就是背马 你姐姐身上余毒未清 就这么被你带走 必定要吃大苦头 与你无关 谢知方收剑入鞘 反手敲晕了计温鱼 弯腰将姐姐抱起 翻身上马 跃进无边无际的黑暗中 第一次被姐姐 这么主动地抱上来 谢知方愣了愣 嗓子发干 心跳如雷 谢知 是 这里痒吗 谢知真浑身难受的厉害 昏昏沉沉间 双臂搂得更紧 在她怀里胡乱点着头 见姐姐并没有排斥 她的亲近 谢知方胆子渐渐变大了 途经山脚下的一处浓舍 屋子里还亮着微弱的灯光 夫妇俩不宜有她 腾出一间干净的卧房 给二人住下 我知道姐姐难过 我的心比姐姐还疼 谢知真一声声哭泣着 压根说不出来话 谢知方侯姐滚动了几下 实在忍不住 低头亲了上去 姐姐 我先帮你看看 有没有哪里受伤 你别害怕 谢知方努力摒弃心中的杂念 轻轻解开礼仪 看见干干净净的衣裤 并无任何痕迹 不由地争了一张 她一边手忙脚乱地 退去自己身上中医 一边预干泥彰地 为接下来的放肆行为 找了个借口 姐姐 我也浑身难受 想来是和你 冲了一样的药 谢知方到底不敢破了她的身子 勉强用别的法子 替她疏解了大半夜 这才筋疲力竭地 拥着谢知真睡去 姐姐 你先别生气 你先别哭 都是我不好 是我混蛋 是我不要脸 医生 什么 谢知方见她躲避自己的触碰 心里正酸涩 文言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什么医生 你 你起来 谢知方这才明白她的意思 俊脸也烧起来 耳朵尖红得像要低血 连忙把小衣递给她 谢知真一边哭 一边穿衣裳 不肯再与她说话 姐姐 前错完错都是我错 你打我也好 骂我也罢 别是一剑捅死我 我也绝无怨言 只是不要气坏了身子 更不要把所有的错出 都揽在自己头上 有一瞬间她甚至想 不如干脆趁这个机会 将自己的心思挑明 问问姐姐肯不肯跟她私奔 你快起来 我明白 此事不能怪你 怎么不怪我 我对姐姐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 为了姐姐的清白 你也是中了药的 一举一动 都不是出自本心 外星咱们没有 没有做到最后 所以呢 所以 你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都忘了吧 血脂肪如遭雷击 欲言又止 过了好半天 才想起来要问她什么 如果我能做到 姐姐可以答应我 忘掉所有不愉快的事吗 阿唐 我想回家 柳皇子啊 对你一见倾心 挺身就你于危难之中 又恪守男女大方 将你交还给明堂 实在是位光风济月的君子啊 谢之方一听便炸了毛 爆竹一般的将济温鱼的阴谋诡计 抖了个干净 指引去谢之珍中了药的事 那等人面兽心的狗杂种 要嫁你自己嫁去 若果真如此 绝不能将真娘送入火坑 富道人家懂什么呀 便是六皇子坐下的又怎么样 事态已经发展到这地步 咱们若是和他撕破了脸 真娘这边找不到好人家不说 往后在太子殿下面前 也不好看相啊 依着我说 不如一床大悲言过 路得皆大欢喜 说人话你听不懂是不是 非要逼我发火是不是 舍恼了我 一箭捅死你 阿唐出手 不可胡来 难道你真要嫁给那个畜生不成 求父亲念在他 年少无知的法上 莫要与他计较 至于六皇子 女儿死也不肯嫁给他 那等一险诡诈之人 求父亲母亲 允许我剃度出嫁 就此斩断沉渊 姐姐 你在胡说些什么 我带姐姐离开这里 去个没有人认识咱们的地方 好不好 含蓄到几乎察觉不出其中蕴寒的深意 饶事如此 她的脸颊和耳朵根 依然不争气地红了个彻底 阿唐 你 你怎么会 短短几日遭逢大便 谢之针本就心灰意冷 唯一信任的弟弟 又萌生了这种心思 无疑给了他一个更大的打击 姐姐 你别害怕 我 我没想对你做什么 你放开我 咱们是姐弟 你疯了不成 你先听我说 是姐弟没错 可若真要论起来 又不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 我 我没别的意思 更不会逼迫你 只不过 是想带你离开这里 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过咱们的快活日子 姐姐 我这话可不是信口开河 你知道的 我手里攒了不少家地 功夫也够用 咱们小心这些 走得远远的 找个安安静静的地方 买个小院子 远离这些乌七八糟的人于世 往后几十年 我就守着你一个人过 保管不让你再受一点委屈 要半滴眼泪 我知道 姐姐一时间 接受不了这样的事 我可以等 等多久都没关系 等离了这里 咱们暂时住两间房 紧爱在一起的那种 什么时候姐姐想通了 愿意接纳我 我 我再搬过去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 姐姐 我今日没有喝酒 也不是因为父亲的反应 而说气话 这年都藏在我心里很久了 就算没有遭到这样的事 想来也憋不了多长时间 你先出去吧 姐姐 姐姐 你不用急着跟我答复 左右日子还长 便是咱们要走 也得等太子殿下回来 在她面前 将吉文鱼的事情分说清楚 向她撕别 也算全了是一段知语之恩 姐姐 你一向疼我爱我 念在我一片痴心的份上 仔细考虑考虑这件事 成吗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会让姐姐 离开我的保护范围 求姐姐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先回去 使我仔细想一想 能够得到这个答案 谢之方已经喜不自胜 连忙答应一声 从地上爬起 手舞足蹈地离开了 她是生是死 全在谢之珍一念之间 因此丝毫不敢怠慢 第二天一早 便跑来院门口等着 姐姐向往南边还是北边去 南边暖和险 山水养人 北边地大物博 险峻之处多有归奇美景 各有各的妙处 谢之珍双目黯淡 在她的一再催促下 方才勉强弯了弯唇角 你拿住一遍是 谢之方愣了愣 意识到 姐姐这是愿意 跟她走的意思 嘴角恨不得咧到耳朵根 忙不迭地硬了 凑过来看她手中刺绣 姐姐这是在跟我做衣裳吗 来 试试合不合身 谢之方欢天喜地地套在身上 不妨是 我瞧着你个头还有的长 等到秋天的时候 尺寸应该变差不多了 这会儿还没入馅 姐姐如此着急做什么 敢早不敢晚 谢之方在姐姐屋子里 浑赖到傍晚 蹭了段晚膳 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阿唐 姐姐 怎么了 天黑露暗 你自己一个人走路 小心些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还能摔跤不成 那一瞬间 她非常想低头亲吻她 可她知道这事急不得 姐姐 我走了 阿唐 照顾好自己 谢之方黑黑黑地傻笑着 拎着灯笼一步三回头地走远 踏进自己的院门时 她下意识摸了摸衣襟 忽然挨了一声 今日实在欢喜地傻了 买给姐姐的玉琢 竟然忘了送出去 拍了拍脑袋 又折返回来 清澈熟路地从墙头上翻过去 整个流光院 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 清梅姐姐 可是有事 不妨试 你自己睡吧 谢之方隐约觉得哪里不对 皱了皱眉 也不叫人 轻手轻脚地走到姐姐门边 忽然听到 里面传来砰的一声 姐姐 电光石火般的 她回忆起今日白天 谢之珍的反常 一张俊脸瞬间褪去血色 她顾不得尚未痊愈的伤势 强运内功 一掌将门披成了两半 三尺白铃高悬 姐姐 她也顾不得那许多 哽咽了一声 捧着她冰冷的脸颊 嘴对嘴地度真气给她 谢之方五内如焚 强撑着度了几口真气给她 丹田处剧痛难忍 仓促地憋过头去 熬出一口鲜血 她 姐就要是不肯尾身于我 一口灰倦也就是了 难道我还会勉强你不成 何止于哄我骗我 亲手编织这么一场 美好的幻境给我 再招呼也不打一声地 撒手而去 落到狗贼手里时 姐姐七米善变地 和她周旋那么久 便是父亲动了 她将你嫁给她的心思 你也不过是生出断发出家的念头 怎么我一说喜欢姐姐 姐姐便想寻死呢 你是想让我背负害死你的罪孽 在往后的日子里受尽煎熬 永远不得安生吗 还是想让我自问寻情 和你在黄泉楼上作伴 眼泪从通红的双目中滚落 她说几句吐一口血 你怎么忍心 你怎么忍心这么对我 我还能如何 前两年因着你去好远 我狠心叫人打了你一顿 为的就是不想让你小小年轻 被人又拐着败坏了身子 谁真想到了最后 为了你的竟是我自己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一心忽我敬我 如今不过是觉得我可怜 觉得和我有了继父之心 必须对我负责 你也是没法子 方才出此下策 可是我明捷一会 无论如何都不能辜负母亲的咒托 不能纵容你做下这样冲动的事 阿达 你先放了我去吧 往后清明继承 你若有心 便往我坟前上筑向火 也算缺了咱们这场姐弟情分 等再过几年 你娶妻生子之后 便会明白即日之事 也会懂得我的死 对所有人都是好事 归根到底 她不过是和这家没什么关系的养女 平白无故拖累了她们 已经无地自容了 见弟弟神情恍惚 趁她不备捡起剑柄 千军一发之际 谢之方及时回神 掌心深深的陷进利刃当中 温热的鲜血应声滚落 姐姐想寻死不是不可以 来 往我这儿捅一下 我跟你一起走 你这样是何苦 姐姐还拿我当小孩子是不是 我前世今生加起来 也有三十来岁了 可比你大得多 什么光鲜鸣声 什么风光虔诚 前世六不是没有经历过 如今我一点也不稀罕 那等怪力乱神之事 本就是无稽之谈 谢之方气得紧捂胸口 公瑶俯视着面皮花椒 心似甜冷的美人 姐姐从来都没有信过我的话 你之前说的那些 都是哄我的 若是不相信她 又怎么会放心地 将大小事情 移营交托于她 可谢之珍咬紧牙关 不肯给出任何正面回应 你不相信我不要紧 我自己知道 那些事都是真的 你说我是同情你 可我对哪个女子 像对你这样 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你在积温于手里受了折辱 我脑子无数次想要 踢着剑冲进皇子府 将她千刀万拐碎石万断 在一命抵命 要不是怕你伤心难过 怕你无人忽悠 你以为我做不出那样的事情 她俯下身去摸她的脸 目光炽热迷离 你说 我只是不予于无奈 要对你负责 姐姐 你根本不知道 我消想了你多久 根本不知道我有多卑鄙 多卑鄙 你不要再说了 不 我偏要说 斜之方魂不令地镜头上来 跪在她面前 距离近道滚烫的呼吸 尽数扑在她颈侧 咱们往临安去的路上 我梦到你嫁给了齐行者 过得一点也不好 我气得要命 我毁得很不能痛自己十刀八刀 我以为你和魏恒死透那夜 我去山洞里捉钱 听完全诚 气得直接吐了血 不久之后 便做了这辈子第一个气吗 说着 她如风魔了一般 不顾谢之针激烈的抵抗 用着柔软的身子将她按在地上 不由分说的含住了她柔软的嘴唇 双唇相贴 一半火热 一半冰凉 姐姐 姐姐 你看看我 只是想对你负责 会这样吗 只是一时一乱情迷 会这样吗 我喜欢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不要 你放开我 少爷 少爷 你这是在做什么 快放了我们家小姐吧 滚出去 她弯腰抱起泪流满面的谢之针 步履亮呛地将她放到床围中 姐姐 我试过她 我试过将你推给别人 可是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我求求你 求求你疼我 谢之针浑身僵硬 憋过脸看向床里侧 狠心的连一个眼神 都不肯施舍给她 许久 从牙关里蹦出几个字 说得极缓极慢 却如刀子一般 狠狠扎记谢之针心里 谢之针 别逼我恨你 她头一次这样点名道姓地 叫她的名字 犹如当头一棒 令她从魔障中 幡然醒悟 谢之针如见了鬼一般的跌下床 将做了半赏 跪在地上给她磕了个响头 伸一脚 浅一脚地往外走 她站在中庭中 遭冷风一吹 顿绝头重脚轻 愣了好一会儿 又攒没回去 谢之针用被子 将自己裹成一团 瞧见弟弟进来 惊惊地将被子抓得更紧 满脸防备之色 谢之方心如刀脚 及时停住脚步 远远地看着她 姐姐 我今日犯下了无可饶恕的大罪过 不敢奢求你的原谅 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若想让我死 尽可循你的断肩 你三更上路 最迟五更 我必定下去与你作伴 姐姐是知道我的 我说到做到 姐姐再给我几天时间 我想个别的法子转换 少在这里处着 没戴了真娘的眼 等她醒来看见你 不知道哭成什么样 还怎么养病 谢之方在院子里 站了好半天 方才擦了一把脸上的泪 扭头往外走 有一回半夜 她喝得醉醺醺地回来 也不进自己院子 静止往谢之真屋里去 姐姐醒过来没有 小姐晚间 进了半晚荷叶精米粥 又喝了药 这会儿刚睡下去 求少爷您快些回去吧 若是叫小姐听到您的声音 怕是又要不好 知道了 你们好好照顾她 这是春风楼的草语 给姐姐下饭 或许能多用心 别说是我送来的 不然她肯定不吃 两个大丫鬟 目送她步履亮枪地离去 不知怎么的 明知少爷过分 瞧见她这副样子 又觉得心里难过的厉害 要是 要是小姐能想通 跟着少爷远走高飞 离了这里 也不是为一个出入 她心思细腻 自愧自责 又受过先夫人所托 一直把谢之方 当作亲弟弟看待 哪里过得去 自己心里这道坎 皇兄救我 明堂 快住手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我跟她这种 猪狗不如的畜生 没什么话好说 殿下莫管 拔死了她 我以命抵命便是 她骑在纪文鱼身上 这巴掌 为的是你惊我母亲 这巴掌 为的是你欺欺我姐姐 这巴掌 为的是你流言惑重 坏我姐姐生命 纪文鱼心下 怒意滔天 偏有不好当众 暴露卓月的身手 只好装作 毫无还手之力的样子 黄兄 黄兄 好痛啊 我真的 我真的没有做过 他说的这些事 还愣着做什么 快 快把他们两个拉开 血脂肪油闲不够 手脚在半空中 胡乱挥舞几下 竟然挣脱了 侍卫们的掌控 再度扑上前来 提起 纪文鱼的潜心衣襟 打横摔向门口 站在偏听廊下 看好戏的纪文景 眼前一亮 他是久在航舞中人 一眼便看出 血脂肪乃是练家子出身 天生神力 内功深厚 端的是将材的好料子 听说你母亲 为了保全你 不惜上吊自杀 你说要是他知道 自己的儿子 如此狼心狗肺 盈盈属亏 会不会气得 从地底下爬出来 这你这德行 还想娶我姐姐 连给他舔鞋都不配 谢志芳 你放肆 阿瑜是孤的亲弟弟 你打他与达我合议 他速来治理听话 等些不与人起争端 如何做得出败人轻语 强强民女的恶事 你今日这般木骨尊碑 信口辞皇 实在是岂有此理 我求明仙 一定要还我 一个亲爱 还他清白 谁又来还我姐姐清白 他见色兴起 掳掠攀骚我姐姐 如今人证物证俱载 还有什么可摆着呢 我够了 赏他武士大把 给我插出去 殿下如此偏听偏行 这几年来 我暗中问你做了多少事 往你这宫室里送了多少银子 如今你打算过和拆桥吗 你这样怎么能让天下归心 大胆 谢小公子 你速来跋扈无礼 淡忘无击 仗着太子殿下气性好 屡次以下犯上 谢之方趴在地上 手腕粗细的棍棒 结结实实落在他后背 臀肩 想起令人生寒的顿响 围城无斗无能 这便向殿下辞便 从今往后 说非传找 再不踏青宁宫半步 这谢小公子倒是个性情中人 皇兄不如给他个台阶下 不必 上他滚 阁下可是谢太副驾的谢公子 是我 你是何人 杂架是宁王殿下身边的刘顺 我们殿下听说谢公子是龙居凤厨 有甘罗败相之才 早有结交之意 爱着太子殿下也不好叫您为难 如今您既已离了太子殿下 便该多往宁王府走动走动才是 这玉佩是殿下贴身之物 可作为硬性 在宁王府自由出入 过不了几日 谢之方疆养的差不多 登门拜访宁王 二人相见恨晚 把酒言欢 说不出的投气 十年辽东战火连绵不休 正是用人之计 他舍出几百万两银子 填补了江南的亏空 自陛下手中接过兵符时 又求了三道旨意 其一 令谢之方任参将 领迁于兵士随他出征 其二 逢谢夫人为告命夫人 后加赏赐 其三 封惠和宪主为公主 志在必得的如花美眷 成了名义上的妹妹 济温于怒气更甚 气得头疼了一整夜 只好将迎娶谢之真的事 暂且放下 全力筹谋皇位 她要去送军是不是 你们全都知道 只是瞒着我一个 前错万错 都是奴婢们的错 甚至前几日便传了过来 因着小姐生病 我们一直不敢告诉您 不过 此事已成定局 小姐赶过去 也无尽于事 谢之真冲耳不闻 用尽谨慎的力气推开她 恍恍惚惚的往门外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